青春集市活动在科工馆追风广场热闹开市 现场不仅有农产展授市集 还有草地音乐表演及工艺手作体验等丰富活动内容 并祭出优惠好康 活动日至服务台使用农油券或现金888元 即可兑换原油券1000元 吸引许多大朋友小朋友前来逛市集 这一次的青春集市活动呢 高雄接力是由我们高雄市政冯农业局 还有科工馆以及水宝局共同合作的 这两天的活动呢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 亲子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当中呢 有用农油券888可以放大 然后可以领1000元的原油券 在我们的现场的活动现场去使用 那现场除了我们行农大联盟的摊位 有17位行农在这边 介绍自己的产品跟消费者面对面的接触之外 还有我们的游戏区 还有其他县市甚至金门的摊位 也一起来我们的活动现场 非常的热闹 这两天也造成了一个热潮 参加的人非常非常的踊跃 在行农大联盟展区 可以选购当季的芋泥小番茄 巴勒 还有充满高雄在地水果风味的冰品 果干等形容好物包罗万象 同时周周准备超过500项好礼双重送活动 现在就是小番茄的产季为10月到明年4月 那这个时候的小番茄都会是最好吃的 那我们来自阿联区 那我们阿联推广的黄色番茄是叫粒金番茄 那粒金番茄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口感吃起来比较脆 然后酸中带甜 甜中带酸 那番茄的甜度大约都落在9到12度 我们的汤汇主要我们是种植有机米的 然后我们的米来做一些米食加工 那像我们有做米的包子 然后还有蚝贵粿 红菇 或者是炒花粿 这些都是由米食去做的 那像我们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产品 像炒花粿 这个比较传统的东西 或者是蚝贵 那包子的话就是像高丽菜包 这个是蛮新奇的 蛮新鲜的 都是以用米去做的这样子 农业局表示 随着五倍券发放和疫情趋缓 民众外出消费 踏勤意愿升高 亏违已久的行农大联盟 带来优质农产 让民众面对面买得安心 在12月4号 5号还有两天市集 民众可以走走逛一逛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达 现在来看一下 谢谢大家